我們繼續跟劉富國的教授來做訪談 在從海湖莊園會面以後 美中之間一直把問題的焦點 其實放在北韓問題上面 川普講了很多次 他說 我們雖然有嚴重的貿易逆差 還有一些其他的經貿問題 但是 只要中國大陸願意在北韓的問題上配合 我願意這個事情就 放他們一碼類似像這樣的 到了今天 美國要準備要用301 這個是因為 北韓問題已經退位 變成不重要的議題了嗎 還是說 像有些白宮官員講 安全是安全 經貿是經貿 本來我們就把它分開來的 你覺得應該怎麼樣來看這個事情 我個人的觀察呢 基本上比較同意這個 美國的官員講 就是說 一碼歸一碼 經濟的歸經濟 安全的歸安全 在這個安全領域 美國很需要跟中國大陸一起合作 來面對金正恩 但是呢 同時這些問題不會說因為合作 讓這些問題就自然消失 這些問題沒有討論 沒有去解決 它一直都在 所以說 另外一個 一個可能性就是 因為這個美國 中國大陸跟日本 聯合提出這個制裁北韓 很順利的在這個安理會通過 那現在美國就盯住這個中國大陸 因為這個已經是變成 聯合國的這個 共同的這個裁決 對於北韓這個問題要制裁它 所以他現在只要抓住一個重點就是 希望中國大陸全面來配合 那這個北韓出口的這些幾個簡單的項目 像這個鉛 鉛礦 鐵礦 然後還有一些海產 那其實這些東西很大部分是 運到中國大陸 那同時呢 他們也希望中國大陸不要 這個提供給這個北韓 在很多這個資源上面 所以說 在這個聯合國的這個制裁案通過以後 我個人觀察就是 美國現在只要抓住這個重點 雖然這個這幾天我們看到 好像是已經有 臨戰 就是中 跟這個北韓之間好像要開打 這一場戰 那也 看到這個外媒報導 這個南韓有很多這個在準備 這個就是一些老百姓怕真的發生戰爭 也在做一些撤退準備 可是呢 這個當然我們也聽到這個媒體講說 雙方已經在接觸在討論一些 簡單議題 但是就美國的角度 我個人觀察 他至少可以盯住這個中國大陸 在這個制裁案 因為這個制裁不僅僅是美國希望的 而且 聯合國通過以後 變成是聯合國的這個 裁決 共同的這個要求 所以 目前我們也看到 大陸立即就是 回應這個制裁案 也禁止這個 這個北韓 進口這些具體的項目 那至於說 中國大陸 是不是已經停止供應 它的這些 能源呢 我們現在不曉得 但是我相信 中國大陸應該會慢慢地遞減 這些這些效應 所以說在北韓的問題 我個人觀察不是說他已經要退位了 而是說現在這個問題至少進入一個一個比較穩定的程序 就是中美之間在這個制裁案上面對北韓要施加更大的壓力 那顯然從這個川普的角度來看 這件事情他們也知道中國大陸對北韓直接的影響 或者是干涉能力呢 也不如外界所想像說他只要打一通電話 這個金正恩就會照辦 倒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他還是需要有一些時間去醞釀 因此這個 仲裁 這個聯合國的這個制裁案出來了以後 很明顯的就是這個 美國跟中國大陸在這個上面是有共識 一起來解決 但是換在另外一個場域就是這個經貿的問題 當然這次這個從資訊的這個反映 美國總統以及他們所發佈這一次為了提出這個301的調查 根據我們了解美國政府的一個一般的做法 提出這個可疑 針對中國大陸或者是相關國家 在這個智慧財產權上這個問題 他必須要 這個他現在已經要求商務部開始進行個案的這些深入調查 這個調查也不是說今天做下禮拜下個月就可以 通常要有一年的時間 那這個一年的時間 他自己就現在的貿易的這個貨品 還有這些項目裡面 同時還要去做這個美國廠商的這些一般的這些 這些調查 同時還要到中國大陸去 來做雙方的比對 最後一年以後提出來的這個報告呢 提供給行政單位 來決定說要不要針對中國大陸提出這個這個做法 那當然這個做法這個301的調查呢 將會是非常非常嚴厲的一種一種做法 可是呢 在這個行政的過程當中 也不是說調查完了以後就定罪 對馬上就雙方就展開這個這個貿易戰 而是說他提供了這個行政單位提供給美國總統有非常好的證據來跟中國大陸展開這個談判 那這個他們其實調查的結果就是因為按照過往的經驗 就是提出調查以後他證據在手上他跟對手來展開調查 對方的關係會比較進入緊張的這個這個情況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現在開始呢 也會密切觀察這個美國商務部在所有項目相關的智慧財產權 不管是各種這個美國的這個技術 因為現在看這個美國高科技他們抱怨最多的就是說 他們在要進入中國的這個市場 中國中國大陸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適當程度的技術轉移 所以呢這個這個就是他們怕就是說 這個是全球最領先的科技 如果進到中國大陸很快就會被 各種方式就會被吸收走了 所以說這個科技能不能保持領先 這是美國擔心的 我們在進一步的在談經貿的問題 原來在海湖莊園結束之後 中國大陸提出一個百日行動方案 那個時候開始就開放了美國牛肉等等 大家覺得這樣子看起來是有解決的一些跡象 可是後來在中美全面經濟對話的時候 事實上談的並不好 會後也沒有發表聯合聲明 大家之間就不歡而散的那個味道 所以才導致現在川普要用這個方式 我的問題是說 這個問題好解決嗎 中美之間不管是 經貿的摩擦 或者是 嚴重的貿易逆差問題 你剛提到 美國高科技業者的抱怨 但是中方也有抱怨 中方說你美國限制這麼多高科技 進到中國大陸 這些限制如果解除的話 其實 我們之間的貿易逆差可以大幅的縮減 你的業延器 如果能夠再多賣給我們一點的話 我們這個貿易逆差還可以再減 所以 有些時候 大陸也認為不是他們 一方的責任 美方也有責任 所以這個是 後面應該可以有談的餘地 你覺得大陸說法有道理嗎 其實這個中美之間這個問題存在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我個人觀察就是剛才你特別提到 這個美國的高科技 這些業者知道說他們進中國大陸 這個廣大的市場對他們來講 是非常非常有利潤的 但是他們進去 現在也受到一些市場的限制 那這個就是中國大陸在 這個相關的這些市場的規範裡面 我個人感覺到就是說他們的規範 還是需要這個再更新 因為那些規範 鎖使了好多機會 那讓這個 像比如說美國高科技業者 除了就是說他們有設下 一些特別嚴厲的規範之外 他們有很多 進不了這個市場 因為這個中國大陸 在這個市場的規範上面 比其他國家還嚴 那他不是說這個開放 完全開放的這個自由經濟 現在甚至比較先進的這些國家 對於一些戰略敏感的這些科技業 同時也會有一些相關的這個設限 但是這些都是這個中美之間存在的 這個這些問題 有法律的 有體制的 政治的 還有一些利潤的 這些當然現在如果說把這些清單弄出來 雙方都是可以來批評對方 就是說你這個不配合 那個不配合 但是這個恐怕都要經過立法的程序 去修改他們的法 也不是說立即他就可以解決 但是我是看好就是中美之間彼此都知道 彼此的這個市場 還有他們的科技 雙方都有這個互相需要的這個 這個空間 因此在這個未來的談判 如果說這個 我想明年 他們一定還要舉行下一輪的這個全面經濟對話 這些問題會不會攤開來講 那或者是說等到這個301的這個調查案 到了一個就針對智慧財產權 這個案子結束了以後 會不會有一個直接的談判 要攤牌 當然這個攤牌 美國也就是說要給中國大陸好看 但是我相信這個大陸的這個回應 是很有道理 也就是說合著兩利 分著兩害 因為這個大家市場都有這個需求 那當然目前這個從川普的這個記者會裡面 他特別強調就是美國智慧財產權 因為在過去沒有設防 或者是說中國大陸有設限的這個 這個情況之下 高科技業者進到中國大陸 比如說我最近看到美國的這個資訊裡面 有兩家很大的公司 一家是這個亞馬森 Amazon 另外一家就是蘋果 那他們進到中國大陸的市場 大陸的這個政府就要求他們 必須要把這個所獲取的個人的資訊 要跟這個大陸的政府來分享 那從這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來講 所有的顧客的個資全部就是等於是跟政府分享 那這個這個在其他國家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說這些都是美國高科技業者非常擔心 就是說在沒有規範之下這個網路安全也好 個資的問題還有這些高科技 因為它不僅擁有這個這幾家公司 它有掌握這些市場的這些 特殊的技術還有它的網絡 同時這家公司自己研發出來這些軟體的這些技術 可能都在這些過程當中都被大陸給要求去了 我 我 我 你覺得面對這樣子 美國現在技術301 大陸會不會有什麼報復或因應的方式 大家很擔心是雙方如果開始貿易戰的話 對於全世界都是會造成很負面的效果 你覺得呢 因為目前這個在美國政府的這個層面呢 他們就是強力出擊 把這個議題當成是一個重點議題 雖然經過這個媒體的這個增溫 大家就朝向這個貿易戰開打的這個起點 而且川普也好幾次講說這只是起點 接下來還會有好幾波不同的項目 但是中國大陸現在當然是回應是說 這個讓我們有極大的這個顧慮 那就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初步真相 因為這個是在一個世界貿易體系 中國大陸現在是基本上要導向說 如果美國展開這個行動的話 他們要到這個WTO 世界貿易組織去告這個美國 那這個的話又進入一個多邊機制的這種仲裁的體系裡面去 所以說很有趣的 這個反映了就是說川普的這個風格 退出了TVP 他這個集體的這個機制 他現在避開這個多邊 他就是要雙邊 那他自己也強調就是說 在這個雙邊的關係上 有問題就直接面對面雙邊來解決 來討論 那給對方施壓 他其實主要的並不是說要真的要打這個仗 而是給對方更多的這個政治上面的壓力 那開啟雙方能夠面對問題 攤開問題來解決這些 我想這個也不是只有針對中國大陸 我們看到今天川普跟墨西哥跟加拿大要重開NAPTA的談判 我想這是他們政策一貫的方式 我們下一段我們來談就是 除了經貿以外 剛剛我們也談到了北韓 仍然是雙方現在目前的一個焦點 還有就是南海 我想南海是一個過去的爭議 非常的熱的 但是川普上來以後似乎有降溫的一個跡象 最近又開始恢復美軍的艦艇 到那邊執行這個自由航行的那個行動 這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待會來繼續談